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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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我如果用休息鍋來煎牛排 我們可能會先事先先讓預熱 讓我們水珠 熱到有一個水珠丟下去 它的水珠會在鍋面上滾動 那我們就這樣稍微把它擦乾之後 直接可能會磨一點點油 或者是我們的牛排如果有豐富的油脂 其實就不用再放了 直接把牛排放下去 這樣就可以比較不會去髒 我們可以事先先把它讓煎過 大約煎個一分鐘再翻個麵 再蓋鍋蓋讓它稍微燜一下 趁那個餘溫的時候 讓它稍微清一下 讓裡面融融